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谋本师释迦牟尼佛 不上圣身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迟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法师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来看一下20页这边 我这里的记录是说到奥义书 不以真我而弃弱犯件 而是从无我以弃弱正法 是讲到这里的 然后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中国佛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佛法 那个归结到究竟是 珍藏心的 就是真心自信的 那么如果依佛法来说 那么你悟到所谓的真心自信 它是不能得解脱的 因为佛法是以无我正到无我而得解脱 而不是正到真我 那我们对真我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名词 灵魂如来战 真心清静心自信 自信心反正很多种 那这种其实都是跟放我有一点点关联的 那因为佛法传到中国来 那原来印度佛陀 印度的佛陀到底讲什么 那个时候佛法刚传过来 一直到这个所谓的唐朝宋朝佛法 唐朝南北朝佛法最兴盛的时代 那个时候都 因为那个时候如来战的经典很多都过来 那么会觉得这个如来战的说法是 是这个究竟的说法 但是如果我们从阿含经来看的话 阿含经从头到尾都是贯彻 以无我为解脱 缘起无我为解脱 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过 这是佛法的核心其实就是缘起 离了缘起没有佛法 那缘起它基本上就是缘起无我 缘起无自信 讲的就是这个 所以后来所谓的真心自信的说法 其实是已经掺杂了奥义书 我是放我思想的说法在里面 但是因为当时到底 第一个当时的研究佛教的人 那么并没有这一种 以为这些所有的大圣经典全部都是佛陀说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大部分的人认为阿含经是小圣 他是解脱到 他不是大圣学者修学的 所以对阿含经 彻彻底底的讲无我 他并没有很深刻的认知 波尔经其实就是在无我上深刻 就是抉择真正的无我 因为佛陀讲的无我的观念 到了不派的时代 已经把无我变成人无我 法有我 那波勒经不过就是 那么所谓法有我 那个也是一个真心自信 那个是法有自信的概念 那个不符合无我的定义 也不符合佛说的无我 所以不断地在厘清这些观念 法信 那么他基本上也是无我的 也是缘起的 就是彻彻底底的缘起 一波勒经的说法 他就会叫做必进空 就是你推到最后面 其实还是缘起的 还是无自信的 还是空的 那这个如果是 这个我们稍微 稍微现在稍微讲一下 那等一下在后面讲 通常是这样 那么阿含经是 阿含经是根本 所有的大圣经典 都是从阿含经 基础 然后再不断 不断说明 说明这些佛法的道理 那佛法 以阿含经为主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 缘起无我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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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因为缘起无我的道理 到了布派 佛灭后大概一百多年之后 一百年到两百年之间 布派就开始越来越多越多了 龙树是 龙树是一百五十年的人 他是一世纪到二世纪的人 那么那个时候是初期大圣 他是初期大圣的极大成者 那么那个时候布派也兴盛 那布派在佛命后一百多年 他就开始兴起了 那布派里面最有势力的 就是抉择最多 著作也最多 那个是说一切有不 那说一切有不 他基本上 那其实大部分的布派 基本上法来讲 从法来讲 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这里牵涉到 所谓的奥义书的 真常放我论 所以这有不里面 他基本上 他的一个核心的主题 他就是三世时有法体很蠢 三世时有法体很蠢 那这个法体很蠢这个概念 所有一切现象 一切的现象叫做一切法 一切的现象是一切法 这一切法当然就 我们所能认识的一切现象 包含就是六根跟六层 六根 所对的六层境 所以这十二处叫做一切法 也得平舌生意 所对的色身相位处法 色身相位处法 好 那么 如果部派里面认为 大部分的部派都是法体有的 那部派最主要的 部派最主要的 就是 佛密后的这些学者 他最主要的 就是在论收这个法 我们叫做阿彼达摩 他最主要论收这个法的 论法的 论意论法的 我们就叫做阿彼达摩 阿彼达摩就是在探讨什么 探讨法性 法性 法相 阿彼达摩 信像所显 你们应该也都上过很多课 也都读过很多书 你们应该 接下来都上过很多课了 那么 这个阿彼达摩 信像 所显 分别 分别这个法性 法相 它在表明的道理 信像 所显 法性 跟法相 法性 跟法相 就是在讲法的一个两个重要概念 它的体性 以及它显现出来的这些现象外相 讲 主要的就是法性跟法相 那如果再有就是法体 法佑 体相佑 讲多了 讲多了就是法八经的实如是 信像体逆座 因言果报 本末就近 讲多了就是这样 那一般来讲 法性 法相 如果依 如果依 这个 有不得 有不得概念 其实后来 不管是如来藏 其他的各个宗派 基本上都有这样 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法体的概念在 那这个 这个有不里面认为 这个一切法 假必依实 惜假为实 这是 从有不里面 为事也是这样的 从有不里面 它认为 这个法 法之现象 这个法 这个法不是佛法的法 是 不是这个元器法 而是 一切现象 一切现象 有时候叫原生法 一切现象 有时候叫原生法 因缘所生法 那原器法是一个理则 原生法是 因缘其法 而显现的种种现象 这个是 你要稍微分看一下 好 那么 这个原生法的东西 那么 他认为 这是假必依实 假必依实 他有两个理论 假必依实 其实假必依实 就是依实立假 西假为实 假必依实 或者叫做依实立假 依这个实而立这个假 那么 你知道了呢 西假为实 这个实就是他法体到最后 有一个很常 很蠢的 很常存在的 不生不灭的法战 比如说 不管是圣班经 这个阿比达摩大圣经 华元经 乃至人缘经 推到最后 从心性来讲 都有一个真心存在 那个不是缘起的 缘起的会有生灭 那个是不生灭的 好 那设法呢 比如说这个白板就好了 那我们看得到的 听得到的 这种种的 这个是一切法 它是无常的 它是生灭的 这些生灭的一切法 是缘起的 没有问题 比如说这个白板 这个白板是缘起的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 你等一下把它晃火烧掉了 等一下用力气把它磨成粉 哪有看到白板 没有 它不过就是很多的法聚集在一起 很多的这个法聚集在一起 但是 分析分析到最后 有一个不能再分析的 不能没有的东西 叫做极尾 有时候叫做灵虚尘 这个东西就不是缘起的 极尾 有时候给它叫做灵虚尘 灵虚尘就是 不能再分啊 这个是最后分到不能再分的东西 它不会被破坏 它没有生灭 它就是这样 所以类似像我们的例子 我们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是元素合合的 这个我们也知道 比如说水 二氧化氫还是这样 H2O嘛 好 那么把这些元素拆开了就没有水 元素聚合起来就是有 但是这个元素不能没有 它是很蠢的 就这种概念 那么色法 心法 依据者论说 色法 心法 心手法 心不相应使用法 乃至无違法 都有什么 都有这个法体 那这个法体本身就不是生灭法的 它是不生不灭法 很蠢的嘛 很蠢的 它就是不生不灭法 所以它是很蠢的东西是什么 自信 元起的 所以后来 后来波罗经才会讲 他不讲元起无我 因为你也讲元起无我 我也讲元起无我 可是你的元起无我是有自信的 我的元起无我是无自信的 所以他就强调无自信 强调空 空就是无自信 而且不是现象无自信 推就到最后也无自信 所以叫做必进空 诸法必进空 所以才会讲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那么因为这样 那么为什么 因为他跟所谓的 所谓的自信 所谓的放我 放我就是 它是最原始的存在 一切法都依它而有 那有时候我们讲自信 亲近是一切根源的存在 那这个自信 亲近后来就慢慢变成 长热我近的我 这个是慢慢慢慢发展来的 原来讲无常苦空无我 到了宝基金 他要说明这个法性法处法界的概念 他讲无常 常乐无我近 还是无我的 到了大墨内房间 常乐我近了 这些 就是说我们先了解一下 所谓的放我思想 后来怎么影响我们 因为奥义书的放我思想 所以仁且经 仁且经里面讲 我说的这个如来像不是放我 这个是方便说 为了那一些 为了那一些害怕无我的人 那么而讲的 所以他这里说到 这一切法的原生法 佛法的核心是这样 缘起 缘起无我 那彻彻底底的无我 那波勒经 抉择无我的圣生意 因为到了不怕 到了不怕 到了不怕 他已经讲法体很纯 的这个概念 所以他一切有 所以到了波勒经 为了要纠正他所说的错误 佛法一直在 佛法的核心是什么 缘起 那么怎么说到这个缘起的 讲忠告 我们要知道 就是数着说 他是从生命来讲 数着说苦 苦是怎么来 有生老死而来 生老死怎么来 爱取有而来 爱取有而来 爱取有怎么来 处名色六路 六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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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处受而来 处受怎么来 无名行 是 名色而来 就这样 这个叫做数着说 那如果是四地的话 就横着说 这个苦怎么来 就是这些爱取有都是吉 那如何灭苦 灭 如何灭苦 要灭这个苦因 灭苦之道 是八正道 所以横着说是四地 数着说是远起 十二远起 横着说是四地 有一个就是 那么我们现在 包括从释迦摩尼佛开始 都是这样的 等一下会讲到 忠告 忠告是储中说 他不是折中说 他不是走中间 他不是 他就是排除两边 忠告 忠正如实之道 忠正如实之道 那怎么知道 忠正正确 完全正确 无误的 实在的道理 真实的道理 忠官就是忠道如实正观 忠道是忠正如实 佛法里面常常讲 如实知 如实见 如其事实而知 如其事实而见 就是这个法本来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到的了解到 就是他原来的现象 真相 你看到的是真相 不是表相 不是外相 看到的是实相 真实相 这个叫做如实之 那么忠道就是忠正如实之道 忠正如实之道 忠官是忠道如实正观 依这个忠道 如实去做观察 那么忠道 忠道他是储宗说 我们说 缘起是数着说 从生命流转的现象 数着说 那么 缘起 主要 从 从这个 从这个苦极灭到苦 因为烦恼 盖要的横着说 忠道是储宗说 储宗说的意思就是 离两边 他重点叫离两边 等一下我们看到课本就有了 离两边 这个两边就是 常见的两种错误 那这两种错误 这两种错误 不外乎是有跟无 所以 忠道 佛在魏加詹人说的 世间凡夫 不是着有 就是着物 那么离有无两边 像奉我思想 这个就是有 有又是常 那么有 无 常 断 不是常见 就是断见 就是世间所有的观念 不外乎是常见跟断见 62种邪见 主要是以十四无忌为主 十四无忌主要是以常见跟断见 两边边见为主 你离了所有的错误 就是真实 离了所有的错误 就是真实 就是他并不是实际上有一个真实的什么 而是当你的智慧离了所有的错误的时候 那个就是真实 你心离了所有的烦恼的时候 那个就是清净 其实他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个忠道 基本上就是离有跟无的两边 或者跟常跟断的两边 那么或者一跟一 等一下我们看那个课本里面也有 命一 命与生一 命与生意 就是命 就是有一个灵魂 类似像这样 我一个心 我跟这个无音声到底是 合合的 还是不合合的 是离这个身心之外有一个我 还是这个身心就是我 那不外乌就是什么 即运我离运我 不外乌这两个 那多一个叫做相在 相在也在离运我里面 常见里面 即运我是断见 好 那么不外乌就是 常见断见 依见 依见 有无常断依义来去 生灭 那生灭就是有 所以又叫做八部忠道 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那现在 现在我们 讲这个无我 那佛陀我们刚才讲 佛法一直是讲缘起忠道的 那么缘起忠道里面 它一直在排除 就是以过去的 就是现在我们所执取的错误 要把这些错误去掉 或是修正 比如说他这里讲 他课本里面有 比如说课本里面说到 奥义书的苦行与瑜伽 四尊曾经修学又舍弃 而摄取他的精益 用作修正的方便 而不落入苦行与修定主义 佛陀那前面的放我 那么是舍弃掉的 真我是舍弃掉的 释迦牟尼某的法 当然从印度当时 他所学习的沸头经 还有他所认识的这个奥义书 那因为奥义书在 释迦牟尼某成果之后 就开始流行 但是没有广为流行 并没有广为流行 但是释迦牟肯定是知道的 那这个他对于当时 当时有所谓的六四外道 那这里是把它做分裂 不同的说法 那六四外道我们说缘起中道 这一边是四地 这一边是中道 中道是楚宗说 这个是他们不管是四地中道 都是在讲无我的 好 那么这个中道里面 中道里面 我们说他是把错误的观念 修行的观念 修行的行为 错误的去掉 那么有一些 有一些是 他并不是通常是这样 无意无力的完全否定 但是 稍微就是 他有些要修正 有些要否定 比如说慈戒 脱脱行来讲 无意无力的苦行 否定掉 有一些苦行 他是对我们 修行有帮助的 他有相对的意义跟利益 有意有利 有意有利的 他是有道理 或是他是有 对我们的修行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就 摄取 就摄取他有意有利的部分 就好像我们吃东西 比如说花生 花生壳 是对我们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会把花生壳剥掉 吃里面的花生 水果里面的种子 我们是没有吃的 所以把里面的种子挖掉 吃外面的果肉 类似像这样 那释迦佛 释迦佛 他对于当时 还没成佛以前流行的 他不外是沙门 婆罗门 那么他 有意有利的 有意有利的 就摄取 因为这些都没有解脱 所以没有究竟的利益 但是也有利益 所以戒跟定是共外道的 他比如说 比如说过午不死 过午不死 剃头 穿加伤 这个都不是释迦佛发明的 这个是当时的沙门就有的现象 他们就是这样修的 修禅殿 持戒 这个也不是释迦佛发明的 八观栽戒 栽戒 八观栽戒是佛教的 但是栽戒这个概念 也不是释迦佛发明的 这些都是修行的基础 释迦佛以前 也修戒也修定 那么所以他知道这一些是修行的基础 他是有意有利的 但他不能达到解脱 所以后来他在普提树下 见到缘起 他知道这个是解脱 但是他的解脱也是从这个戒跟定 而来的 所以加上佛法的无漏位 就变成戒定位 叫做三针丧玄 能源经把它叫做三无漏玄 其实是这样子 阿含经叫做三针丧玄 那么我们 如果无意无利的呢 无意无利的就舍弃 无意无利的就舍弃 比如说举一只手 一天去河里面进在那边祈祷 烟共 火共 这些完全舍弃 持重也没有完全舍弃 那么这些 你有意义的 也没有利益的就舍弃 有意有利的就舍弃 舍弃来作为修行的基础 比如说陀陀行 陀陀行可以抖手身心 那是陀陀行有很多种 那佛教设取的头群大概是十二种到十三种 比如一座石 比如说树下座 比如说分扫衣 这种都是比较刻苦的 那么这个是有助于你身心 策略你身心 是让你的心专注的 是有帮助的 那么这部分 这部分他 舍弃 吸收 吸收有意义的部分 排除掉没有意义 没有利益 有些甚至是有毒的 去掉 这个是佛法 从释迦佛以来就这样 那么到了大圣 中观他也是这样 去掉当时那一些 六派哲学的思想 或是怎么样 但是到了大圣 当然也会吸收这些外当的 吸收这些沙门的 还是有 那就是他有一些戒律 他有些在佛陀时代是不这么做的 后来吸收了 像慈奏也是这样 后来也吸收了 从佛陀灭了没有多久 生团就开始 吸收这个咒语 所以在很早很早的时代 佛陀时代没有 佛陀时代是完全禁止 佛陀时代是完全 出家是完全没有 没有唱歌这件事 他有背 但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犯背 就是犯班 不是 后来就慢慢慢慢吸收了外道 因为这一些 这一些基本上是从婆罗门 吸收婆罗门 跟沙门的一些概念 慢慢慢慢又加进来 这个忠告里面 我们说 他最重要的就是 离两边 离两边 叫做离两边行忠告 处忠行 离两边 两边就是错误 我们说不是长见断见 苦 他通常是这样 两边里面 修行的观念 急跟缓的两边 心态 修行的心态 急跟缓 修行的方法 离苦跟热的两边 那么 修行 修行 所证的 真定 离有跟无 禅跟断 依跟义 来跟去 生跟灭 离这两边 所有的两边都不外乎是这两边 最主要就是两边 讲多了 讲多了 比如说 这个 这个62件 讲多了就是这样 再多一点就是96种外套 那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么离两边里面 那么 现在 佛陀所谓的 当时的佛法 当时的佛法 离两边是怎么来的 他通常当时 佛陀还 佛陀还没成佛以前 印度的 印度的 佛教 不是佛教 印度的宗教 基本上就是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 跟 沙门 沙门是新兴宗教 释迦佛那个时代不久才提起的 这个是新兴宗教 婆罗门是已经流行很久的 废陀经 离聚废陀 最早可以推到西元前 两千多年到三千年 可以 最慢的 阿大佛废陀应该也是 西元前一千年 佛陀是在西元前五百年 佛陀是在 释迦佛出现是在西元前五百年 最慢的阿大佛废陀 阿大佛废陀本来是三名婆罗门 后来把原住民 嘎罗维徒人的 这个 信仰 他的文化也加进去 变成 他主要是座 席真怀朱的座 阿大佛废陀 那么加进去变成四废陀 原来只有三废陀 叫三名婆罗门 后来变成四废陀 那也加进去了 后来佛教也把座加进去了 法杖部 大众部好像也有 都多了一个咒杖 把所有的咒截集起来 那变成 变成有金律论杖 还有一个咒杖 那所以 这个在 在佛教的发展史上 你可不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婆罗门是传统宗教 西元前两千多年 开始废陀思想就流行了 那么到了西元前一千年 已经有四废陀了 佛陀是在西元前五百年的 那那个十大有新兴宗教 叫做沙门 沙门是出家的 这个是传统宗教 这个是新兴宗教 那这个新兴宗教是反婆罗门的 反对 反对最主要的就是他的三大纲领 这个我们应该有说过 这个婆罗门至上 因为我们太久没上了 把这些观念弄清楚 婆罗门至上 婆罗门这个种姓 是皇祖的 王家的血统 不是说王家 是说天上神 神家的 是从饭天的口化成的 是最尊贵的 应该值得所有人的供养 婆罗门至上 废头天起 废头是神的启示 后来有四废头 所以苦乐是游天 不游业 游天 天来决定 这个天特别是饭天 那么 这个祭祀万人 那你的福乐 灾难 都从祭祀 可以增加 可以消除 你要灭苦 你要交代 你要征服 要征慧 都有不同的祭祀法会 就叫祭祀万人 通常这个是婆罗门的三大纲 好 那么祭祀里面 就有饭拜 有慈祝 种种的 那么 赞颂啊这一些 那新兴宗教里面沙门 沙门里面 这里 因为这里有讲到 但是他是做归类 那沙门里面 我们写这里 沙门里面 写这里没关系 阿怡多 富兰娜 这一些是沙门 沙门是反婆罗门的 他不认为 不认为 那么要依祭祀 要以沸陀为主 要以婆罗门为主 那么婆罗门有在家有出家 有在家有出家 因为他们的真面已经 一生下来就被规定好 到了几岁是 幼儿期 到几岁是学习废头的时间 到几岁又结婚 那么养家玉女的时间 到几岁就要去休息了 然后就开始出家了 那沙门不是 沙门都是年轻出家了 当然婆罗门也有 叫做饭制 叫做饭制 以饭为之 那么沙门里面六师 阿异多 他都是出家的 沙门都是出家的 只要 所以咖 剃头 着夹沙 那么起食 这个都是原来沙门的习惯 释迦佛不过就是 继承这些习惯 释迦佛怎么知道要出家 他不是做王子的时候 看见了出家众 那个像 他没看过 他后来 原来出家是求解多的 所以他就出家 他出家之后 他是穿王子的衣服 去到那里 跟一个猎人 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的 夹沙 没有 他是跟一个猎人穿的衣服破破的 然后不是那么鲜艳 不是那么好看的 他就把他好的衣服 跟那个猎人换 第一件穿的衣服是那个 后来就开始去修行 就苦行 先修禅定修苦行 是这样的嘛 后来的家沙 当然我们现在的家沙 现在我们这个叫常山 但是也是跟家沙的意思 类似像一样 那佛陀时代基本上 他就是几个原则而已嘛 几个原则 数量上不能太多 三件 质量上不能太好 要眨眼产免作意 颜色不能太鲜艳 不能太花 所以要染色 要染色 而且不能染鲜艳的颜色 不能染正色 青黄赤白黑 要染木蓝色 然后或是这个灰色 类似像这一种的 就是颜色不能太鲜艳 不能跟世俗一样 然后布质量不能太好 然后素数量不能太多 大概是这样 后来又规定要割结 要割一结一结 本来是整块的 本来原来没有 本来都是去剪的 补补 红红补补 不同的颜色要染色 同一色 不要花花绿绿的 后来就变成布料不能太好 而且觉得 因为那个时候布料是很珍贵的 比丘的布料太好很容易被脱 容易被脱 为了防盗 开始要把一块好的布料割结成几块 因为在家人脱了没用 所以 所以原来那个五一七一九一要割一结一结 割五结 割七结 割九结 后来还有 后来这个叫做福田衣 那原来福田衣最主要是要防盗用的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三一不能离生啊 你要洗个澡 你要守堂的到的地方 因为你没有了衣 你很麻烦 其实这样来的 好 那这个阿姨 这个是沙门 他们都是 他们也都有他们的 袈裟 基本上 那个时候的沙门的袈裟 其实是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大家都是穿的比较 一般的 所以佛陀刚出家的时候 没有特定有佛教的袈裟这件事 没有 后来慢慢慢慢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规定 好 那么阿姨多 富兰娜 泼福佗 这我们有说过了 泼福佗 莫且里 这个是六四外道 他各有不同的思想 那这里就在讲这个 那么善若宜 尼箭子 泼箭若体子 这个是苦行外道 一般 我们叫做苦行离戏论 这个叫做怀疑论 慢疑论 不知论 那 这里 唯物论 这个是无因论 这个是元素论 这个一般我们把它叫做邪命外道 叫做宿命论 你现在的行为都是过去决定好的 那么这一些佛陀 佛陀把这一些当时沙门 沙门婆罗门后来奥伊苏是犯我合一的 真我的 真我思想的 这个是奥伊苏 那 这个 犯天就是真我 那 佛陀 把那这些有常见有断见 比如说这个叫做断见 阿异多 唯物论是断见 断见是吉运我 那么大部分都是在常见里面 离运我 离的运有一个我 那么有一些 有一些也有 这里面有说到 有做分类 好 那么 佛陀 我们会发现到佛陀 说的佛法 说的佛法 首先要两边 所以他第一个跟吴比丘讲的就是 修行的方法要离苦跟热的两边 当时的沙门婆罗门 不是依苦就是依热 不是苦可以成道 也不是热可以成道 那么不偏于苦也不偏于热 那么不管你苦跟热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苦你会起撑 热你会起贪 重点是贪跟撑的问题 那贪跟撑怎么来 贪跟撑从我见我爱中来 重点是这个 所以并不是一定要 像 像这个泥剑子 要苦行 不断的折磨自己 让自己受苦 业就会消除 业消除了 过去的业消除 现在的业不知道 你就解脱了 佛法不是这样说 所以你会发现到 他先把当时错误的观念 一一地排除掉 如果当时有解脱有正确的 佛陀就不用 有信心 更有一个第七大沙门罗 不用 他就跟着他们学就好啦 他就解脱啦 但是当时其实是没有一个解脱的 号称绝者 号称胜利者 号称解脱者 其实都不是 号称涅槃的 其实都没有真的涅槃 所以佛陀才会 把这一些当时 为正 严正 为得严得的 这些叫做正上曼 包括 他祈修禅定的 阿罗罗迦兰 卡佛罗摩罗子 他也以为是解脱啊 那把这一些 把这一些即使不是解脱的观念 先认清楚 排除掉 不能得解脱的 所以叫做非因祭因 这个是不能得解脱的 比如说你苦行 你就可以得解脱 这个是修行的方法 不能得解脱的排除掉 这样境界并不是解脱 也排除掉 所以 你入圣流要先断什么 断戒进去 非因祭因 非果祭果 那么这个错误排除掉了 接下来就是胜正确的 如果还有错误 就再排除 那么当时错误不外乎 就是这两边而已 常见断见 有跟无 所以正见世间即 因缘生的法 不生世间无见 正见世间灭 不生世间有见 就讲这个 这个观念我们要很清楚 这个观念不清楚 其实你以为你在修佛法 其实都不是 那么这个是当时 他排除这些外道 沙门 婆罗门的 那么 所谓的忠道 讲所谓的忠道 那么忠道 所见的其实是缘起 所以叫做忠道实相 那一般就叫做如实之如实见 有业报而无受者 讲这个 好 我们来看 看这个 看这个课本 他说 阿威一苏而来的苦行于瑜伽 瑜伽就是定 瑜伽其实现在讲 就是所谓的身心灵 的合一 那么 世尊曾修学又舍弃 像现在也很流行瑜伽 什么 什么样 瑜伽也分很多派 但是瑜伽的根底里面 在印度的瑜伽根底里面 是由我见的 他有所谓的身心灵 有那个灵 有那个灵性的部分 瑜伽对于身心的合一里面 其实有帮助的 但是你要小心 不要变成真 就是 你修得越深入 你我见我爱越深重 离无我更远 会这样 所以你要了解到 佛法核心 他其实是无我的 所以他说 释迦曾经修学又舍弃 六年苦行 瑜伽就是他跟 他的两个修定的老师 一个德无所有触定 一个德非想非非想触定 阿罗罗加兰 他佛罗佛罗子 所以他曾经修学 但是他发现 不能得解脱 那定很容易 有所谓的涅槃之见 但他不是真实的涅槃 所以修瑜伽 很容易到达那个境界 你以为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 所以这个就变成非果祭果 那么修苦行 你认为苦行就近 因苦而死就得解脱 这个是非因基因 那我们的修行很多都是在非因基因 非果祭果里面 你有一些感应 你觉得这个就是修行 这个就是境界 这个就是清净 这个就是涅槃 你看到你的清净心 你以为这个就是解脱 非果祭果 你应该是看到无我才是 看到缘起才是 一切都是无常有违 心是虚妄的 心是虚妄的 心不外乎是受想行事 那非我 非我所 那你要看到这个才是 但见有法不见有我 这个是 阿含经佛法里面不断反复强调的 但是我们后来比较 没有这样 又是受到 从南北朝以后 从南北朝以后 基本上中国佛教就是真常为心的 因为南北朝最流行的 一直流行到水场 就是什么 大波涅槃经 那大波涅槃经是真常 我讲常乐我境的 福利谈藏 谈藏哦 那到了水草 谈藏 水草智责大师 智责大师把法伐经 跟 跟什么 跟大波涅槃经 当作是最圆顿的 最后面的 一样 那也是 也是 他虽然也讲中道实相 但是他的中道 天台的中道 唯士的中道 跟如来藏的中道 跟阿罕的中道不一样 这个 你要了解 好 那么 他说 不落入苦行与修定主义 瑜伽是修定的 那苦行是中戒的 中戒 所以戒跟定 后来就是我们共事间 佛教共事间的修法 世尊所说的正法 是东方的 重现实 重变化 重自由思考 自由思考这一块 我们现在的佛教主 几乎没有 集体不思维 人家说什么 也不会去想 到底 到底是跟不是 对跟不对 为什么这样做 到底在哪里 我们不懂不晓得 我们为什么要修行 什么叫做修行 为什么要修行 怎么样修行 都没有分清楚 我们要为什么要学佛 要学些什么 怎么学 那都不知道 反正以前的人就这样教 我们就这样学 以前人这样说 我们就这样做 都是佛说的 都有道理 修就对了 不是 不是哦 不是这样的 要弄清楚 那所以 主张 种族平等 释迦佛强调的 这个 所有的人都可以得解脱 不管你是 差弟弟 是婆罗门 那么 是废舍 是守陀罗 婆罗门 最高种性 那个是你自己封的 最高种性的人 人造二月也要剁二道 最高种性的人 吃坏的东西也要拉肚子 生病了 也会痛苦 也是会死 那么 最低种性的守陀罗 最高种性的 身体脏了也要用水洗 你不能说我最高种性 我身体不会脏 我身体脏的时候抖一抖 脏就不见了 不会 也是要用水洗 守陀罗 最低种性的 那个是被打压的 原住民 被打压成 最低等的公民 不能翻身的公民 那么 他用水洗 他即使脏了 用水洗 也可以干净 跟婆罗门一样干净 婆罗门用水 用的水 跟守陀罗用的水 是一样的水 一样可以洗干净 并没有说守陀罗 救 因为他们认为守陀罗是不可处责 是一辈子都不干净的人 其实不是 守陀罗修行也可以得解脱 婆罗门修行也可以得解脱 婆罗门 造恶业也会多恶道 守陀罗造恶业也会多恶道 其实是一样的 重点不是你的出生 不是你的血统 不是你的父母是谁 不是你长得好看不好看 高矮性别 不是这个 是你的心 你的道德 真正的婆罗门是具有道德的人 具有智慧的人才叫做婆罗门 那个叫最高种姓 不是我的父母是婆罗门 我就是最高的 不是高跟不高在于你的道德 所以他主张种族平等 是四种阶级 四种种姓 反对废土的权位 与东方沙门团 那么东方的沙门团 这四家佛原来是加比罗外国 我们看到地图加比罗外国 就在上面这边 那么他这边的基本上就叫做东方 那么东方的沙门团 采取一致的立场 一致的立场就是我们刚才讲 他都是反对废土的 反对废土的权位 反对婆罗门是最高种姓 也反对透过祭祀 所以沙门 沙门团里面没有人在办法会的 没有人在办祭祀法会的 牺牲祭祀 火供烟供的这一些 沙门团里面没有 因为他们反对婆罗门 这样的做法 会怎么样 会得解脱 他们大部分都是修戒跟修定 还有重思考的 大部分是这样 他们也没有在持咒的 没有 这些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的 很多的所谓功课 其实基本上都是受婆罗门的影响来的 释迦佛原先的沙门团里面 他是反对婆罗门祭祀万人的 反对这个 也反对 祭祀万人就是 祭祀就是他们当时的法会 有一些是 释迦佛就有说过 那些牺牲会杀牛杀羊来祭祀天人的 他不随喜 那你其他不牺牲的 你法会 你的宗教方式 他也不会说不好 但是也不说好 但是会杀生的 这些他不随喜 他觉得这个不好 这个会造很多杀验 那么 这个本来要修福的 结果修不到福 还造了一生的罪 福无戒指 福报 没有一颗戒指 戒指就是最小的种子 那个菜籽很小很小 我们说花生好了 花生大一点 福报没有花生 一颗花生那么大 戒指有点像芝麻这样 那么小 福报没有一粒芝麻那么大 但是罪业 罪业像虚弥撒那么重 好 我们先下课 好吗 谢谢大家 我看在这一段时间 我看在这一段时间 就会来的